確定我在錄影 確定我在錄影 OK 好 哈囉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小香 我們今天又要來開我們的寶可夢 151啦 為什麼說又呢 為什麼說又呢 原因很簡單 在6月30號寶可夢卡牌上市當天 小香很興奮的拿到了一整盒 想說也是很久沒有拍開箱影片給大家看了 那這一次的151又非常的經典 基本上所有的寶可夢全部喊得出名字 你喊不出來的話 你的童年可能沒有寶可夢 就是很興奮 然後結果一不小心沒有注意到 攝影機居然沒有開 10號再買一盒 這一盒其實得來不易啊 因為如果原本沒有在預購的情況啊 你要買到一整盒新的 基本上不管是網路啊 或是食器店鋪基本上都很難買 我跑了好幾家超商都沒有找到 然後最後好不容易終於終於 終於被我找到一整盒全新的未裁縫 我真的非常的興奮 那我馬上就要來開箱 那我們一樣來許個願 這次寶可夢卡牌啊 有很特別的寶可夢球傘 那最特別的地方是還有大獅球傘 這個大獅球傘啊 每一綜合 對 都只有一張 算是非常的稀有 我個人偷偷許願那一張呢 如果可以的話 我比較希望可以開到 皮卡丘 因為 皮卡丘畢竟是屬於非常經典的代表人物之一 所以我個人是希望可以開到皮卡丘 那如果是SR以上的話 SR我個人希望是 當然最想要的是麗家 全圖 那當然最好是SAR啦 或者是金夢幻我覺得也不錯 那我們馬上先把它剪開吧 那我們開箱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每一個寶可夢的名字都念出來 字幕我會盡量都上 畢竟真的就是回憶又是經典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看你還有認識多少寶可夢呢 馬上我們第一包有露營齁 先看好 有 有 我好怕 那我們的第一包 派瑪斯 臭泥 烈穴 好 接下來這個是 小火馬 這是精靈球傘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呢就是寶貝球的樣子 這就是寶貝球傘 嘿 阿卡 我白鞭怪 這個白鞭怪超可愛的 它就是他們給你say hello的感覺 吃剩的東西 大嘴服 第一包結束 希望我有神包 希望我有麗家 我好貪心喔 我的願望不是開一盒就可以完成的 真的是貪心 來 小拉達 馬斯蛋 他獨角心優 來 下一張是什麼呢 可以 這個是 腕力 然後是寶貝球傘 每一包都會有一張寶貝球傘的喔 下一張是什麼呢 寶石海星 麗家的膠帶 希望你可以來塵塗人物啊 火口龍 第三包 小金魚 鍋鍋 口袋花 獨角蟲 這個是寶貝球傘 再張是火焰鳥 草莉 塔克龍 第四包 卡拉卡拉 紅多郎 豬豬 是什麼呢 大前蟹 這是寶貝球傘 哦 胡帝 大鳥 勇姬啊 好 下一包 因為只有20包 所以開的感覺就很快 頭怪 蛋蛋 成就的秘密琥珀 這是道具啊 這張是什麼呢 寶貝球傘嗎 欸 是寶貝球傘 哇 撕蛋的寶貝球傘 好可愛喔 這張是什麼 龍龍眼 EX 大氣球 海志龍 開包 好緊張喔 我超級緊張的 現在在期待我的大石球 然後還有我的AR 這裡面還有AR AR我到現在一張都還沒開出來 緊張 鋼丁 小拳石 派拉斯鋼丁果 是什麼呢 哦是AR 我的AR卡來了 來 橘石獸 好 其實我上一盒一定 我開到橘石獸了 下一個呢 我的寶貝 好緊張喔 是 不是吧 我 因為沒有影片可以做的 但是我拍到一小段 我上一盒 也是 傳電鳥X 然後SR 我兩盒開了一模一樣的保底 是 一模一樣 分毫不差 一毛一樣 我才不太好 在不同店買的耶 我的天啊 好喔 八大 八大爹以前叫八大虎 這很太多 我突然不知道該說什麼 有點 有點心痛 所以 現在我只能祈禱我的寶可夢卡 盤人包黑率囉 哎呀我的皮卡丘 可是他不是大獅球獸 貝殼化石 大鴿頭 來下一張 精靈球獸 勇姬拉 嘎啦嘎啦 你可惜 風速狗 現在我把希望放在大獅球身上了 還有 神包 希望我可以開到神包 神包應該不影響整合的配率吧 一粒電球 走路槽 萬粒 大氣球 然後是精靈球產 化石一龍 鱼石獸 三地鼠 我現在有一個疑問耶 我的AR也只有出現一張 所以意思是說 我很有神包的機率囉 好啦 在做夢我知道 造泥 瑪瑙隨模 一比鳥 是綠毛蟲耶 是綠毛蟲耶 所以你們說 你們只要收集 100隻綠毛蟲 它就會進化成 這是獨自傳說 是綠毛蟲耶 這張是我沒有的 很可愛 雙戰瓦茲 發達 太好了 有不同的AR了 真開心 有不同的AR就開心 今天那個AR也算是蠻 一整盒裡面好像只有三張吧 不好開耶 這張是 我們已經開完十包了耶 第十一包 已經過半了 我的神包呢 主角星牛 包音符 綠毛蟲 是什麼呢 放丁 寶貝球傘 水一部 飛腿狼 呆咳獸 第十二包 皮皮 米蜜龍 大抽牙 保石海鑫 寶石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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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一部 水一部果一部都有耶 硬硬樹蓋 刺甲背 開始進入倒數了 我好緊張喔 鯉魚王 超可愛鯉魚王 如果大獅球傘有鯉魚王也可以接受 因為我蠻喜歡鯉魚王的 鯉魚王真的很可愛 就是弱得很可愛 然後起來囉 電擊獸 長什麼呢 快龍 這是寶貝球傘的快龍 雷鳩 大眼蛇 飛電堂堂 我的大獅球到現在還沒出來 我剛剛應該沒有漏掉吧 還是我漏掉了 這不太可能吧 穿山鼠 小吃怪 這個小吃怪的圖案我超喜歡的 它很有現實感 就是小吃怪 然後它感覺很像在什麼發電廠裡面工作的感覺 不覺得很可愛嗎 一步 一步 都是寶貝球傘 它還沒有出現大獅球傘 我好緊張 大獅 耶彈鼠 尼多娜 我真的是進入倒數了耶 我的大獅球呢 黑棵化石 尼多蘭 連尼龜 來了嗎 不是耶 吹眠魔 然後是寶貝球傘 哇 是胖火龍 火龍就是帥啊 雖然我不是走火系的 但是我還是很帥 很值得收成 這是南南米的幫助 這個南南米這次也有全圖 其實我還想說如果抽歪的話 有沒有可能會抽到南南米 看來是想都不用想了 隱夢魔人 我已經開始進入倒數五包了 感到緊張感到害怕 希望我可以有神包的附現 三三組 尼多蘭 好 來 我最後一張AR終於出來了 不知道是什麼 好緊張 是文香菌啊 真的蠻可愛的 很好看的一張 真的是很美 我覺得寶可夢卡牌 真的是背盡苦心的 在設計這些卡面 真的每一個都還蠻好看的 其實有時候小圖也很美 有時候小圖也很美 我已經進入倒數一二三四 倒數第四包了 然後我的大獅球傘 到現在還沒有出現 上一次是我開到倒數第四包的時候 就是上一盒我沒有按到錄影那一盒 是SR 還沒有出來 現在是大獅球傘還沒有出來 搞得我很緊張 在那邊網 秘書 秘牛 咦 大獅球傘嗎 是 大獅球欸 大獅球傘 飛腿狼 大獅球傘 來 給你們看一下喔 大獅球傘跟一般的寶貝球傘哪裡不一樣 給你們看一下喔 這個呢 是大獅球傘 這個是寶貝球傘 你們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反光 你們看到 你們看到球 他們的球是有差的 一個是純圓形的 一個是長耳朵的 就這樣 不過這個一盒只有一張就是了 所以大獅球傘就這張了 然後快龍 烈焰麻 板木老大的 板木的領導力 可惜這次板木的SAR我也蠻喜歡的 想說抽到它我也可以的說 那最後三包的話 就隨意開 到底就差不多了 就等爆配率或者是有什麼神包出現 葡萄 白帶獸 白海獅 白海獅 寶貝球傘 大王花 果爆猴 拉虎拉斯 他以前叫成龍 期待爆配率 我知道我在做夢了 拉前蟹 小吃怪 多變獸 很彈的寶貝球傘 吉利蛋 龍龍石 自行車道 瓦斯蛋 可拿鴨 最後一包了 紅香菌 一比一鳥 好尼多王 泰拉斯特 鳥蛙草 以上 我開完了 我覺得呢 以我的戰機來說 可以說是開得還挺差的 因為我開了兩盒兩張的保底 一模一樣 然後AR總共兩盒開起來 我有五張不同的款式 有一張重複了 寶貝球傘其實會拿來收藏 但是就是最想要的大師球傘 很可惜沒有開到最想要的皮卡丘 鯉魚王那些的 就有一點可惜 不過整體來說 我個人還是蠻喜歡的 因為這一次啊 這一次賣的就是情懷 說真的這一次的卡片啊 我個人覺得 就算你沒有玩卡牌也很值得收藏 因為它真的就是你印象中的寶可夢 你拿起來抽出來打開 你再也不會有叫不出名字的寶可夢了 因為後面不是有分了很多很多代 有些人並沒有繼續追 沒有繼續玩 他們就並不曉得 後面的寶可夢叫什麼名字 可是一無一呢 就落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印象會非常非常地深刻 好啦那今天開箱就到這邊 也算是圓了我一個一直想要有機會 可以回來玩卡牌的想法 雖然我現在有點勻 是真的挺勻的 就是沒在玩了 但是收藏卡片還是有的 好啦那期待下一次的開箱囉 就是如果有喜歡的卡牌的話 下次還是會開的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有機會像小智一樣出去旅行 可以成為寶可夢大師 然後身上可以帶六隻寶可夢 你會帶哪六隻呢 請注意 只能回答151隻裡面的六隻 其他世代不接受 只能回答這六隻喔 我的話呢應該會選 剛剛有講啦 我蠻喜歡鯉魚旺的阿 可大呀 皮繩的話最好也帶一下 妖妖最好也帶一下 妖妖可以幫我翻譯 然後呆呆獸也不錯 呆呆獸很可愛 還有一部也我覺得也可以 一部的話它可以進化成各種形態 真的是滿滿的回憶上 這個151 好啦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